适逢普里镇12年举办一次的清教 全镇需要吃素7天 大普里地区观光发展协会 特别举办普里山城健康蔬食生活节 结合在地小农、产官学、社团等等 鼓励大家重视环保、吃出健康 普里山城健康蔬食生活节记者会上 大普里地区的美食料理餐厅业者 以蔬食作为设计领域 更秉持着种在地、食当季的精神 呈现每一道健康蔬食料理 让现场仿佛美食节目班 这次刚好遇到我们普里要建教 12年一次 那我们推出的这个餐点 刚好是结合在地的红茶 然后当地的友善农夫的食材 角白笋、玉米、甚至我们把红辛巴勒露菜 那结合当地小农的力量 跟我们在地的食材一起来做一个晋级 让全台湾看到普里蔬食的美丽 我想说最自然的原味的呈现 来对比我们这次的蔬食宴 我相信这次不只能够吃饱、吃巧 一定能够吃出健康 反应我们所有的乡亲 我们利用这次造就 这次共产全员投入 要来把我们这个活动呈现给人 活动现场中 镇长廖志成、议员陈怡君等归宾 也在主厨的指导中 示范简单又美味的亲食料理 他说活动期间 除了发行数十生活地图 提供证明及游客使用 及卖五个不同店家的张撮 更可以免费兑换 餐成风味、蔬食业入场捐一张 以这个活动呈现场直播 要来教我们所有的乡亲 来做各种不一样的蔬食 而且在这段时间 如果我们去健康蔬食的料理店 去消费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店后 集五张的时候 我们会消费一百块的这个点券 美食佳肴即可客家 在地食材、花卉、几多元的族群 作为独菜允肃 打造具有特色 且独一无二的三成风味 蔬食饗宴 欢迎全国游客来戏头 感受美到蔬食料理的幸福之味 记者中观优 埔里菜坊报导